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久不久 間中的朋友留言給我 希望我介紹一部一部位的相機給他 為什麼呢? 他不想經常換相機 希望一部相機能夠玩到尾 例如人生來來長 一部相機玩到尾 你真是大吉利事 換相機是正常的事情 所以根本不存在一部位 所以朋友經常說 不要買MJ3 不要買APS-C 一部位置放一部Full Frame 我覺得很浪費 為什麼呢? 以畫質來說 Full Frame相機 即是135相機 都不夠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在135相機 Full Frame相機的樓上 還有一部中幅相機 接下來我介紹一部富士 將會出的相機 這部相機的畫質 肯定漂亮得 連EOS R5也好 Sony A1也好 就算Nicca還未出的那部Z9也好 可能真的要走一邊 HELLO 大家好 午食時間 今天和大家分享這部相機 就是Full Frame GF-X50S Mark II 這部相機坦白說 我想買的 為什麼想買呢? 先說這部相機的特點 特點是這部相機 和上一代的GF-X50S 不是Mark 1 沒有Mark 1 沒有說的 這部Mark 2的上一代 外形看來是一模一樣的 更加一模一樣的 Sensor也是一模一樣的 為什麼會有Mark 2呢? 真的不知道 等於富士公佈了什麼 詳細公佈 消息傳說 這部相機有IBIS 即是說 中幅相機這部相機 是有機身避震的 相當正 中幅相機很容易動 有機身避震的話 安全很多 更加令我覺得吸引 我心動的 是它的定價 公佈價錢還未講 但消息說 這部相機將會用 這個美金 3,990元 即是4,000元 美金又找1元 4,000元 4,000元 432 即是3萬2 港幣 即是3萬元港幣 如果價錢 輕輕再便宜 低於3萬的話 絕對有Gimmick 為什麼呢? 3萬元不用 你就買到一部 五千萬像素的 中蝙蝠相機 而且連拍速度 也有五張半 坦白說五張半的話 一點都不弱 就算是全片幅的 有些相機都比它慢 例如Nikkon那部 Z5 或者Canon的EOS RP 這些都是比它慢的 所以這部 中蝙蝠 牛龜這麼大的相機 這麼高畫質的相機 能夠去到每秒 五張半連拍 即是有什麼用 影人像用 另外 中蝙蝠的畫質 是漂亮得瘋 肯定你同級那些 五千萬像素相機 跟它是絕對無可揮的 為什麼中片幅 五千萬像素 一定會贏 這個全片幅 五千萬像素 所以 Canon很近那部 EOS R5 五千萬像素的畫質 或者是 Sony那部 A1 五千萬像素的畫質 或者是 Nikkon未出的那部 Z9 應該都是五千萬像素 這三部相機五千萬像素的畫質 分分鐘 我覺得絕對有可能 是 FUJIFILM GF-X50S Mk2 就會比它更正 其實不用Mk2 Mk1都應該比它更正 為什麼呢 它的畫質應該是更正 等於大家用FUFILM的朋友 你心目中覺得 我一部FUFILM機 永遠比APS-C 我一部APS-C 永遠比M43 所以中片幅 比全片幅 是絕對可能的 絕對是合理的 為什麼過去 我們這些 所謂中片幅相機 是這麼少人玩 因為貴 專業用的 職業級用的中片幅相機 十幾二十萬一部 以前換過機背的那些 不可能玩得到 後來Pentax 出了一部便宜的 都八萬多港幣 很划算的 慢慢出第二代 再便宜一點 後來FUJIFILM加入這個市場 出了相機 先頭的價錢都算很便宜 但是便宜得來的話 都跟這些是全片幅相機 有一段距離 就是說 你有玩全片幅 還有買中幅相機的話 都幾乎重 大家會考慮 性能弱一點 一切都弱一點 只是畫質漂亮了 但是貴成倍 怎麼玩呢 但是經過這幾年發展的話 你看到那些全片幅相機 性能越來越厲害 厲害到大家不需要的技能 8K你也不需要 1秒30張你也不需要 你可能拍風景而已 但是你買這部相機 要去到三萬多 甚至接近四萬元 或者兩萬元尾 這部五千萬長相機 買來你未必有用的 你可能拍風景拍人像 不需要那麼快 OK 但是現在FUJIFILLE的相機 真的瘋了 定價 有一個真的畫 四千元美金有 中片幅 這個感應器大過他們 全片幅的 五千萬像素 還有IBIS OK 連拍就五張半 夠了 拍人像 拍風景不用了 你只是獨知腳架 你獨知腳架 長時間曝光 拍風景也好 拍聲也好 加上ND那些 長步 你不用那麼快 30張不關你的事 所以這部 FUJIFILLE的GFX 50S Mark II的話 如果真的四千元美金的話 真是心動的 所以那些風景攝影師的話 就應該看著了 消息就說這部相機 曾經傳它8月27日出的 結果應該是不可能的 現在最新的說法 就是它在9月出 但是困難的地方 就是這部相機 FUJIFILLE曾經也出過一個通告的 就說實際上他們那些零件 就是全世界性問題 那些零件的問題 使得他們的相機 上一部GFX100S 都未能夠生產到足夠應付市場 所以這部GFX50S Mark II的話 肯定是出了之後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都買得到 正所謂有錢都買不到 OK 大家看著 假如你拍人像 或者拍風景為主的 你不需要一秒30張 你不是拍啪啪啪那些東西的 那你就真的需要一部 一秒30張的A1 或者是Nikon Z9 Z9是講30張的 又或者你不用拍8K的 你真的需要拿這麼多錢 去買一部Canon EOS R5 OK? 你追求畫質的 你要一部到位的 你是不是真的考慮一下 這次這部一秒五張半 OK? 一秒五張 五張半 OK? 這部中幅相機 價錢真的相當吸引 有些朋友都說 喂 FUGIFILM相機的鏡頭很貴 中幅相機 不用擔心 為什麼呢? 用這些相機 你不用很多鏡子 你只是兩支 三支支 甚至朋友厲害 可以裝Canon那些鏡頭 都用得到 OK 那影片分享到此為止 我自己也積極考慮了 將會 我不是說你買 我自己積極考慮 為什麼拍風景 我覺得這部機對 OK 喜歡我多說一些器材的 喜歡FUGIFILM的 給我一個like這段影片 OK 另外最重要是訂我的頻道 按鈴鐺 加上全部畫面 上我Facebook的Fan Page 在那裡可以問一下 什麼問題 另外呢 我幫朋友推的那一支 CALSIZE的抹鏡頭紙 新貨又到了 OK 很快 本來說還要兩個星期 結果到了貨了 所以如果現在你立即訂的話 幾天就會發貨給你 相當正的 那 仍然是夠價 就是說 200張一盒 最便宜到140塊 即是相計 相12盒 你買12盒 跟朋友分享的話 便便宜到140塊 140塊是否很便宜 加底 為什麼呢 眼鏡店賣200多塊一盒 便宜到100塊 OK 假如你買一盒 家裡貴一點點 沒辦法 一盒是170塊 兩盒的再便宜 三盒再便宜 四盒再便宜 總之全部都包運費 順豐送到你家 順豐不是普通的速遞 是比較好的速遞公司 順豐送到你家 送到你辦公室 送到你去順豐站 什麼都可以 總之你留個地址 便可以送到你 好嗎? OK的 要訂購的話 有條link在我們可以訂購的了 OK的 好吧 我盡快去拍另一條影片 拜拜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